蓝湛 我决定了 是吧 魏英望着女儿熟睡的小脸 深思熟虑后的话 就被他这么壮丝轻描淡写的说了出来 蓝望鸡垂眸 一时没有回应 但是宁静的眉心 是他痛苦纠结的见证 医生的话游在耳边 既然是尚未投放市场的新药 意味着他的安全性和功效 还没有得到验证 他存在一定的风险 换句话来说 就是魏英作为小白鼠 成为癌症新药临床验证的受试者 每年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新药在研发 可最终能投放市场的却寥寥无奇 蓝望鸡深知成功的概率有多低 风险有多高 是要三分毒 更何况是附作用极强的抗癌药 蓝望鸡没想到 苦苦等来的医学专家 讨论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他很是失望 魏英 我们等吧 办上后 男人给出自己的答案 他做不到把心爱的人推进实验室 充当实验品 蓝湛 有些要从研发出来到投放市场 中间光是临床验证就要花费十年 十年 一个癌症病人的十年 光想想都让人绝望 普通人的十年尚且充满了变数 更何况是病人 蓝湛 我是医生 我有信心 实验品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我的病情符合要求 而且专家也是你请来的 那说明这是上天安排好的机会 错过了也许就没了 魏英努力想说服人 但其实所谓的信心 也只不过是搏一搏好过等死的心态 魏英 蓝旺鸡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到底谁都懂 可他怕 他真的怕 怕未来的某一天 会为今天的决定报案终身 而痛苦在于 除此之外 他没有更好的法子 蓝湛 魏英起身抱住人的紧箔 脸贴着下颌 声音温柔的像是在哄孩子 蓝湛 我是医生 我比普通人更能快速分辨药物的正常与否 一旦觉察到异常 我会立即终止治疗 蓝湛 你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强撑的 蓝旺鸡低头腻着他 这个人 有时候胆小得要命 可真要干一件事 他又比谁都大胆 蓝旺鸡真不知道自己是该血还是忧 蓝湛 魏英 你答应我 不可逞强 这是答应的意思了 魏英担心之欲还是高兴的 蓝湛 我答应你 一定不会乱来 他抱着人亲了一口 刚好蓝母提着吃的走进病房 小小尴尬了一下 魏英赶紧撒手 蓝旺鸡倒是神色自如 他和魏英都结婚了 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他走过去 接过母亲手里的时代 这是司机送过来的晚饭 平时都是他送上来的 今天蓝母知道两人有话要谈 主动留了空间给他们 他还在外头等了片刻才回来的 没想到 撞了正着 宝宝睡着了 嗯 您刚出门没两分钟 他就睡着了 比闪电还快 魏英笑兮兮的应着 蓝母回他一个微笑 这孩子只有在你身边才吃得好 睡得快 这时 有人悠悠地说了句残忍的话 把他叫醒 吃了再睡 魏英和蓝母对视了一眼 皆是无语的表情 小家伙没睡够的叫醒 小嘴瞧得老高 都能挂个油瓶啊 可是 叫醒他的是叔叔 他不敢撒脾气 要是爸爸 他高低都掉几颗珍珠给他瞧瞧 不哄绝不罢休 吃完饭再睡 别饿坏了胃 自从魏英生病后 蓝旺鸡对健康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蓝母看小孙女不开心 给他加了爱吃的肉 正准备喂人 结果 某人又来一句 宝宝 你是大孩子了 不用奶奶在喂你 自己吃 魏英拿着筷子的手炖了炖 望了某人一眼 那张清冷的脸 掺杂着浓浓的优色和不安 魏英知道了 蓝湛是把失去自己的恐惧 投射到了孩子的身上 想让他独立起来 坚强起来 更是无形中在说服自己 接受这一切 魏英如梗在喉 说不出的压抑难受 为自己加注在蓝旺鸡身上的枷锁 宝宝 自己吃 你和爸爸比赛 看谁先吃完 魏念希无辜的大眼睛瞅了叔叔一眼 然后冲魏英点了点头 他接过奶奶递来的宝宝专属筷子 认真吃起饭来 蓝旺鸡坐在一旁 看着他们吃 试试给两人加菜 小姑娘的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就因为自己赢了爸爸而高兴起来 蓝湛 你不吃点吗 魏英看人的碗干干净净的 叔叔不吃饭 爸爸你批评他 小家伙可算是逮住机会了 叔叔凶他 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 蓝旺鸡张了张嘴 最终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 咬了半碗饭 魏念希小朋友特别关爱叔叔 给他家的菜堆成了小山 刚刚叔叔就是这么给他家菜的 叔侄俩上演了一场相亲相爱又相杀的戏码 魏英抿着嘴笑 小家伙这有筹码上就报的性子 大概也是随了他 蓝旺鸡吃了憋 只好默默咽下侄女的爱心投胃 好了 宝宝 够了 叔叔长胖了可不好看 魏英阻止女儿玩上瘾的小恶作剧 叔叔胖了 宝宝就有半了 母妞的惊人之言差点让蓝旺鸡喷饭 好你个小家伙 自己减不了肥 还等着别人给你作伴 而且 而且电视上说了 结了婚丑点没关系 魏英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的感受就这么不值一提了 宝宝 以后少看电视 是宝宝 陪奶奶看的电视 小家伙补充一句 魏英对上蓝母的视线 摸了摸鼻子 改了口 看电视 能增长见识 挺好 呵呵